我很快的跟你讲一下我那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 就是我们成年人学小提琴 那我们 总而言之小提琴这个乐器声音 如果要好听的话 就是必须公压的控制要得意 对 还有就是除了公压的控制 还有就是要有缓冲 要有弹性 要Flexibility 老外他们都叫Bull Grip 握弓的弹性 那我喜欢叫它运功弹性 因为不只是这一节 其实整个弹性都好 好 那 那很遗憾的就是说 大家到网路上 不相信大家就在网路上看台湾的老师 分享网路上小提琴教学 谁在提这个东西 没比握功弹性还有人在提 那汉姆获知运动 你看几乎就没有老师在提 那我那天是跟你 我的意思是跟你讲说 其实 我有抽 我遇到一些科班的小提琴老师 我就问他们 你们知道什么叫汉姆获知运动 那我目前问的三位 抽样问的三位 没有一位知道 连这个名词听都没听过 对 我有大概解释他们就完全都不知道 他们就在交情 对 这样当然大家会觉得小提琴很难 那他们就觉得小提琴很难解释的话 很难教 对 其实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很懂小提琴的原理 好 那为什么跟这个有关系 就是因为 其实这个要先说汉姆获知运动 简单的说就是 大家想一想 就是 就是 以吉他来讲 这种波旋音乐器来讲 为什么琴拳会震动 我们是把手掐进去 掐进去 然后去拉他 像是弓箭拉他 我们不放他就被我这样搬这样 那你放他就开始震动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他这个震动 哦 有一个余韵 如果我再碰一下 很快的再碰一下 声音就被消掉 有没有 好 那我如果不放 就是 就是说 群拳要被你拉扯 他才会张开嘛 才可以开始震动 然后如果我们再碰他一下 他声音就被消掉 那个余韵就被消掉 好 那那那那为什么弓弦乐器我们也 弓毛只是放在上面 那为什么他可以带动那个琴拳震动 还有就是他弓毛一直压在上面 为什么他声音不会消掉 好 那 200年前有个物理学家叫做汉姆霍姿 他就提出一套说法叫汉姆霍姿运动 简单的说就是 就是他认为弓毛 弓毛上面有灵片跟道士 那那这个松腔的粉末 黏黏的粉末 衣服在上面 那实际上我们在拉琴的时候 其实是靠那个松腔的黏力 还有一些我们摩擦力去带 去扯这个旋把他扯这样 对 然后让他开始有 有开弓可以开始震动 好 那至于 至于那个 这个他叫做黏动期 好不好 sticking period 黏稠期黏动期 那那 为什么我们弓毛一直压在上面 那个鱼运却不会被我们押住 蜘蛛其实是因为 是因为 因为公毛软软的 所以 再加上小提琴的旋 这个张力蛮搭的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他 他就像 火流 那个尼丘一样 尼丘被你抓住 他能来可以滑动 我们称之后 sliding period 我喜欢叫滑流期 火流期 好 所以汉姆霍斯是说 当我们旋一来一往的震动 往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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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震动的方向跟你运弓的方向相同 比如我们下弓来讲 下弓这样下弓 那如果前前往这边震动 这个 这个 这个时候叫做黏动 黏稠期 sticking sticker 贴死那个时期 sticking period 可以吗 那如果反方向说叫做滑动期 就像米丘滑过去这样 所以就请权就可以一直震动 而且他一直有后续有不同能量 可以吗 他是这样来 好 那大家想一想 这个黏稠期跟这个 黏动期跟滑动期 它最适合的公压会一样吗 黏动大概是公压大一点比较好 对不对 就多一点点比较好的 滑流期大概是越少越好 对不对 最好根本不要碰到 让它自然震动 所以这个情权一来一往 因为一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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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如果有好震动 你又要给它后续一直带动的能量 但是 这个 反方向的 你又可以让它不会被压住 震动不了的话 所以它一来一往 其实最适合的公压是不一样 对不对 没有差很多微微的差异 那这个 因为情权震动很快 一秒钟几百互兹 那这个 这么快速的这个 公压交换 不可能是我们人去控制的 所以就变成你那个弹性很重要 对 就是你要给它一个弹性的缓冲 你压下去给一个弓压 但是如果它的弓感有弹性 它可以缓冲掉 让它滑溜的时候滑 对不对 就像我们抓着 那假如 假如你用一个很硬的 就我们人是会缓冲的 那如果你手要滑过去 它可以这样 就溜过去了 对不对 知道我的意思吗 好 所以就变成小提琴 其实声音好不好 跟你这个手的缓冲 有没有可以这个弹性 握弓弹性 Flexibility 这也不能叫弹性 因为弹性是 弹性有一个 Electricity 它这也不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韧性 一个缓冲 对 很有关系 好 那我们年纪大的人 因为我们筋膜 解剖学 医学他们叫筋膜 筋膜比较筋 或是我们的组织跟Mano 比较筋的话 其实我们这个弹性就会下降 年纪大的人我们要弯腰 不要弯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整个身体都比较紧 那手当然也一样 像我现在年纪比较大 我这个手要很用力的 只能到这边 年轻的时候随便一弄 就可以翻到很后面 就弹性比较紧 所以我们年纪大的人 就必须要想办法去 提升我们的这个 这个缓冲的这个弹性 那我们的声音才会变好 对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原理 你才知道自己 应该要怎么去调整我们的身体 或者说怎么去活动身体 只有做瑜伽 或什么 或是 其实一些小婷老师他们有一些 像慢牛因都有提出一些 让身体变 手变柔软的方法 训练方法 对 或者说我们在握弓的时候 这就是握弓你也不能紧 你紧的话 因为弓本来可以这样缓冲 对不对 你sliding 你连动起 滑溜的时候 他这样滑过去 那你只要抓得很紧 把他压住 他就 他就不能滑溜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握弓 懂这个道理 就是 启动的时候你要带动他 但是一启动以后你就要放掉 好像这个没有 这个道理可以吗 好 那像我 因为我今天没有要想去解释 我只是大概提一下 因为我 爸爸有点 身体有点不舒服 我来去照顾他 那我是 趁刚空档的时候 我来录一下 OK吗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解释这个道理 我只是想说 了解这个道理 用不了解的道理 对我们成年人学情 或是 或是对有困难的人 一直没有办法改善 是不是就很重要 你才知道自己怎么帮自己解决 或是老师要帮你 他才知道从哪里去思考 那很可惜 很多老师根本完全就不知道这个理由 他就在交情 那他自己可以 当然可以 他当老师的当然做到一个水准 因为他从小练 而且能够念音乐系的 音乐班的又是那种小孩子 又比较小 比较优异 所以他的身体素质 就Flexibility 金膜 譬如说金膜它柔软度比较柔软 所以他自然而然就可以做得比较好 他只要经过适当的练习 就可以做得比较好 那我们身体脚尖没那么好的人 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就不能没有资格摸小提琴 所以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我们自己帮自己 可以吗 譬如说我这样说 像我自己有时候就是那天手上又是特别紧 那又要拉小提琴怎么办 假如对 要跟朋友一起玩小提琴怎么办 那其实我就可以用这边的弹性 也要缓冲一些 因为这个弹性没有说一定要从这里 最好当然是从这里提供 但如果真的不行 你也可以用身体这个来提供的部分 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就 我是觉得身体条件比较紧的 你的手就要太高一点 就相对 这当然是相对 什么叫高什么叫相对 不高 高一点是不是就可以比较缓冲 那你可能就 拉伸的声音就 哦哦哦哦哦 就会有哦哦哦的声音 对不对 就会有好像楼弦震动 哦哦 因为sliding sting peter sliding peter 哦哦哦哦哦 那频率是不太一样 对那假 对那当然如果这个状况很好 这区卧弓弹性的话很好 你就可以不用这么多这边拿缓冲 对 你如果这个状况很好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师要你 大家练长弓 因为他们 如果机能不太差 只是需要热身的 你长弓你 你如果真的有这样在带动 就是 抱歉我这个 我把灯关掉 因为太亮了 这个 这样子要看得到 就是如果你有这样在带动 其实这样一直弄一直弄 动动 你的这边的手软会变比较软 长弓练 所以也不是说练长弓就一定有效 你要知道怎么练 对 这时候为什么很多老师说说要用手挖 其实应该不是说用手挖 就是你要这样去动 然后把它动松 那这样动动 所以慢扭音 慢扭音有更好的训练方式 因为你靠长弓这样训练太不经济了 太没效率 其实就动 这样甩 不是 但不是用力想就是这样动 所以慢扭音就叫你要做这个smack bounce 这在慢扭音小人教学视频2 后半端他提到这个smack bounce 都这种训练 他叫你拿一根棍子 不要用这个 这个因为会碰到手 拿一根棍子 像筷子拿一个 拿一个棍子 这样长一点的 然后抓着这样 动动动 这个奥登 你跟克里夫来州立大学教授奥登诺斯 那你也讲过一样的道理 他说这是一个性举 把这个性举弄收 那当然这个过空弹性不是只有这样 还有这样 往上的 就像回弓这样 那动动动动 动手动你再来 你就会发现这个弹性变好 这个柔软性变好 那你就可以 然后声音就比较好了 那么我现在这个声音就比较好了 完全没练就可以就变得比较好 那像这种道理 其实如果几分钟就讲完了 懂的人几分钟就讲完了 然后带着学生做去试 其实应该是立竿见语 很快就会有效果 根本不需要耗那么多的时间去玩 除非教小朋友可能就没办法 教很小的小朋友 那个两三岁三四岁 你可能没办法去跟他讲这个道理 什么叫sliding 但是如果教成年人 或是教青少年的小朋友 其实在他们应该都听得懂的 好吧 就这样子 我是举个例来说 因为你说我讲话太夸张 什么得罪人 其实我们当然是得罪人没错 问题是 这是为什么我回应你 在现在这种时代 这种末法时期这种时代 对你说真话 你为了要解决问题 你必须要说真话 你就必须得罪那些不愿意 不愿意 不愿意为了别人好 为了要改善事情 而愿意去认错的人 那些或愿意调整自己做法的 你当然就会要得罪他们 好就这样子 我会讲完了 好不好 就先讲一下 那所以说这个握弓弹器 一般来讲 主要都是练这边的握弓弹器 那这不只是这边的柔软性跟弹器 这种柔软性还有要弓也不能抓的弹器 其实弓只有像一个pin 这样子而已 就可以了 那因为它是放在上面的 你也不会 对你也不会掉下来嘛 不是唱大提琴 对不对 大提琴因为它是放这样的 它会掉下来 对所以你根本不用去抓 那如果不抓紧的话 是不是这个 我们自己这个也是一个关节嘛 它也会 因为这个太亮 那个外面那个灯 好啦 反正它就是这个也是一个 看得到吗 因为这个很亮 不行 今天 外面的 好 这个 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可能太亮了 看不太早 它这个也是一个关节 它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关节 可以帮助你活动 但如果抓紧它就 锁住了就不行 好吧 就这样齁 可以吗 就我先讲到这里 好吧 因为我要去忙